噴水砸水球 目擊者報警之後也用手機拍下過程 他PO網表示疑似是這被霸凌的少年 希望他可以平安無事 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庶民打著赤膊的年輕人是拿著水管 朝著被綁在柱上的同學來噴水砸水球 持續將近30分鐘 而警方現在也通知了這一群高中生 盜案說明 另外發生在新北市的新莊 有一間火鍋店 在昨天晚間驚傳了砍人案 這消息還有弧姓男子在店內用餐 遭到了8名的扼煞持刀追砍 在現場顧客驚慌逃竄 兩個人頭跟手都中刀送醫急救 警方案發12小時之後逮捕了嫌犯 雙方竟然只為了2萬元的債務 引發殺機 火鍋店內一陣混亂 幾名扼煞持刀闖入朝顧客亂刀飛砍 當時店內正值用餐時間 爸爸媽媽帶著小孩 只能愣在一旁和嫌犯擦身而過 現場伴隨孩子哭鬧聲 大家全都嚇壞 隨後遭砍男子渾身嗜血走出店外 店家趕緊叫救護車 有沒有東西 這裡給我包一下 整家店都滿的 大家看到他們在砍人的時候 很多人都往外跑 砍人場景發生在25號晚上8點多 西北市新莊這家火鍋店 現場拉起封鎖線 外頭還留有被害人沾滿血的衣服 只是都發生砍人案了 民眾依舊淡定吃火鍋 形成強烈對比 警方案發後12小時內逮捕八名嫌犯 原來被砍的蕭欣和胡杏男子 因為朋友欠債兩萬幫忙巧債 電話中張姓主賢追問 什麼時候還錢爆發口叫 主賢竟然找到火鍋店 遲到追殺 導致蕭欣男子頭部被砍 胡杏男子左手搖不中刀 送一起救 整個債務是兩至三萬 當然這是雙方面的說法 金額這部分 我們警方會來做一個釐清 警方調查張姓主賢 由傷害毒品等前科 從事放款工作 離譜砍人畫面曝光後震驚社會 新北市長侯友宜說重話 強調治安不容挑釁 犯罪者一個都逃不掉 為了兩萬多元血腱熱鬧火鍋店 恐怕得祭出強硬手段 壓制罪犯 嚇張棄業 記者王志偉陸心猜犯報導 而另外在宜蘭的南澳湘 南澳北溪 今天上午發生了溺水的意外 有一群人到了這個壁喉溫泉野溪玩水 沒想到有其中一名男子 他溺水了 當場沒有生命跡象 根據了解 這名溺水的男子 他家住在彰化 和友人是到宜蘭南澳北溪來遊玩 一行人 這總共有七男一女 玩獨木舟的時候 不慎反覆 男子當場溺水 有人急忙將他給救起 但是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緊急報警 並對他進行了CPR的急救 而警銷獲報之後 到場救援 將男子送往了蘇澳的 榮民醫院來搶救 但依舊是宣告不治 現在傳出了一個登山的意外 在南投的大禹嶺 傳出了一名59歲的婦人 他行經8200到6.7公里處 不慎滑落在深5米的邊坡 受傷動彈不得 這搜救隊員 還有空勤直升機 同步出動來救援 住男人員固定審索 沿著邊坡一路往下 將這受傷的婦人 給固定台下了單架 還好經過了空勤總隊的 吊掛直升機之後 也順利的將他給救援成功 這彰化的陸港知名 近日發現 這街頭巷尾出現了 好幾個詭異的牌子 上頭還用立可白寫下了死亡兩個字 看起來相當詭異 結果想不到他的目的 居然是為了要趕狗的 街邊民宅角落 燈桿下 出現詭異黑底筒蓋 上頭用立可白寫著死亡二字 這些死亡令牌出現在彰化的陸港 到底是誰放的 是惡作劇還是有詛咒意圖 大家議論紛紛 死亡令牌引起民眾恐慌 警方調查發現凶手是他 吃腳踏車就對了 對啊 吃腳踏車就對了 四十歲的馬姓男子 他自製死亡令牌 沿街擺放 馬姓男子異想天開 認為死亡令牌可以趕狗驅逐髒東西 但被民俗專家打臉 馬姓男子白費力氣還因引發恐慌 違反社違法 被送辦 運氣更悲 可見死亡令牌 還真正不好啦 這次陳社會 黃橋夫 張錦成 彰化 採訪報導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四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 就可以連續來噴八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您可以適合這一組 比較小的攜帶型的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兩到四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